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再同大家更新多少少太陽城那單案演的最新消息啦。 剛才就已經講到,周彩華就說他公司是沒做過這個倒底面系統的,這個系統也不兼容在他公司的系統那裡。 那跟著原來第五被告,張志堅他進行一個答辯,他說自己跟太陽城是沒有關係的。 他跟周彩華是一個朋友,主要是幫助太陽城做這個達馬的業務。 周彩華是會介紹客人給他,但是他承認原來自己是有倒桌底的, 他說自己是有兩間公司在做倒桌底的事,而他亦都會把客人帶回太陽城。 其實在周一的法庭上周彩華表示自己是知道有倒桌底這件事, 但是他被律師問倒桌底是誰負責的時候,他回答不清楚可能是張志堅負責。 其實我們看回整個案件的脈絡來看,張志堅應該是打算把倒桌底的罪名一個人攬上身。 如果是被他成功一個人攬上身的話,即是說周彩華這案件大部份的罪名也不會被告倒到周彩華上, 因為之前說歐盟政府控告他,六大博企控告他, 跟著要他還回100億這件事上是基於倒桌底這件事而衍生出來的。 如果倒桌底這件事不是關洗米華事的,是一個人認殺, 而這間公司亦都是跟太陽城是沒有任何關係的話, 其實就變相洗米華是很大機會今次是可以甩倒爛的。 剩下他要去處理的就是洗黑錢這個罪名。 如果連洗黑錢這個罪名都可以甩倒的話, 基本上他在澳門是可以甩倒出來的。 因為你說的巨額詐騙亦都是基於這個倒桌底而衍生出來的。 按照現在這個情況,好像是有趨勢想一個人就頂了整件事。 到底澳門這邊法官最後會怎樣判呢? 這件案其實現在只不過是問到第五被告, 後面還有很多被告理論上應該還未問到的。 這件案件估計審的時數會非常之長。 你認為好似現在這樣一個人去頂了認罪的話, 是可不可以令到這件案件是一個突破性的進展或轉機呢? 下面留個言話我就知道啦。我們下集再見啦! 拜拜!